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,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 邓魏快7个月没进组了,魏和粉丝却越来越多,屠山景热度破10亿。 长相思第二季已经大结局,这部剧绝对是暑期当最热门的电视剧,这部剧播出的时候。 很多网友都忍不住问,为什么邓魏还没进组,距离拍摄仙台有数已经快过去7个月。 可是神奇的一幕却发生了,虽然邓魏没有进组,他的粉丝却越来越多。 而屠山景的热度还破10亿,看到这样的情况,很多网友都忍住问,为什么? 大部分网友认识邓魏都是因为长相思第一季,在这部剧中,邓魏饰演男二号屠山景。 这部剧播出后,屠山景获得网友们的喜爱,而邓魏因为屠山景成功出圈,成为当红的流量小生。 这部剧没播出前,邓魏还在接男二,但这部剧播出后,邓魏摇身一变成为男一,拍摄仙台有数。 这部剧在二月份就已经杀青,但邓魏却迟迟没有进组拍摄下一部作品,看到这样的情况。 很多网友都认为邓魏在等待《长相思第二季》,想凭借这部剧接到更好的资源。 可是第二季早已大结局,网上依旧没传出邓魏进组的消息。 突然爆红的明星有很多,比如亲爱的热爱的李线狂飙高夜苍蓝爵王鹤蒂等。 我们可以发现,他们凭借剧中的角色爆火后,都选择将主要精力放在作品上。 凭借角色的热度接到更好的资源,想用作品说话。 邓魏凭借图山井大火之后,他不仅没有进组拍戏,也没有成为综艺的常驻嘉宾,并且营业频率也不高。 可是喜欢邓魏的粉丝却越来越多,看到这样的情况,很多网友都极对的奇怪。 如果一位艺人长时间不露面,粉丝们必定会爬墙,结果邓魏的粉丝不仅没有爬墙。 反而还增加了,最关键的是,他的粉丝打投和克金能力非常强。 最初,网友们喜欢上邓魏,肯定是因为图山井的人设加持,而邓魏能将图山井塑造得如此完美。 与自身的努力也是密不可分的,正所谓喜于颜值,爱于才华,忠于人品。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,邓魏明确表示,并不是不进组,而是等待合适的作品《长相思》第一季播出后。 邓魏接到很多剧本,可剧本都是仙侠类型的,在众多剧本中,邓魏选择《仙台有数》,这部剧杀青后。 邓魏不太想继续拍摄仙侠剧,因为他还有一部《云启时代播》,这部剧也是仙侠剧。 邓魏不继续拍摄仙侠剧的想法是正确的,他可以进行不同的尝试,对于演员来说。 敢于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是好事,而粉丝们纷纷支持邓魏的决定,因为宁缺无烂。 《长相思》第二季早已经大结局,可图山景的角色热度却持续高涨,让大家没想到的是。 图山景的热度竟突破10亿,成为热度角色T.O.P.E,而图山景能获得如此亮眼的数据。 就是因为邓魏将图山景演活,演到观众的心里,对于演员来说,能拥有代表性角色。 绝对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,有很多老戏古演一辈子的戏,依旧没有出圈的代表性角色。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,邓魏将拍摄电影,这部电影的班底非常强悍,导演是消失的他的导演崔瑞。 编剧是《玉观音》编剧《李强》,如果这个消息准确度高,那么邓魏长时间不进组就解释得清了。 因为邓魏在磨练自己的演技,为这部电影做准备。